今天的話我的習慣會先把底下這兩行先把它註解掉 Ctrl-1嘛 為什麼要註解 因為我現在沒有需要存檔 假設如果你要改成只要那兩欄的話 那你先不要存檔 不然存檔一定可能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的習慣是把Append跟Save這兩行Ctrl-1選起來 接下來的話我需要怎麼樣 我需要做幾件事情 反正我一定要跑出來的結果 一定要是長像這樣 有沒有 這個樣子 就是一定要是中瓜湖裡面有沒有 它就放兩個資料 一個資料就是一個姓名跟手機 有沒有 那這個是藍位名稱 那這個等於是第一列嘛 那這個是第二列 有沒有 所以將來你只要把它放到Israel的話 那就是這個 反正一定也一定是要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你不能放在其他型態 因為目前的話其他型態它不接受 那所以我要把這個變出來就OK了 所以要怎麼樣能夠變出來 反正方法很多 OK 絕對不是只有單一個方法 反正你只要能夠變出像這樣的一個形態 那就OK了 再來就是想說哪個方法比較簡單 那我想到的方法是 如果我要變這個的話 那當然一般直覺我的習慣是 那我乾脆我在這個FOR迴圈上方 有點像最早我們練習那個輸入成績的那個範例 我會先在FOR迴圈上面再新增一個串列 那因為我的習慣 反正第一個串列就1嘛 第二個串列就2嘛 第三個串列就3嘛 那這樣好處就是 比較懶人 因為你懶得再去取名稱嘛 比如說你還要取個list什麼什麼名稱 你還要想半天 算了我連想都不想想 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往下 這樣保證不會錯啦 這個人習慣 那你將來如果你有別的習慣沒關係 你可以再想一個人 你符合你自己的思考邏輯的方法都OK啦 寫程式就是還是要比較怎麼講 因為那是比較有點像 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當然你寫作的習慣也不一樣 是被允許的 但是基本規則一定要都是對的 你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在寫程式 那一定會有bug 反正規則一定要記起來 那其他像變數的名稱 這個的話是非常有彈性的 OK 好 那除非說你是一個teamwork teamwork可能就要自己定一個路 但如果不是teamwork 你自己寫 那你就只要是比較好記就好 所以我的習慣是 串列第一個就list1 串列第二個就list2 串列第三個就list 好 所以我就在for回缺上方 先新增一個list3的一個空串列 有沒有 空串列還記得吧 後面就是一個中國阿虎 裡面沒有放任何東西 表示說這個是一個串列 但是它目前沒有放任何東西 如果你要放東西的話 還記得吧 它有一個方法叫append 有沒有 append就是把資料放 所以前面我們有一個練習 就是輸入成績有沒有 先產生一個空的一個scope 然後再如果它只要不要是輸入-1 就把成績輸入到這個scope裡面去 有沒有 其實最重要就是一個空的串列 再配合一個append 就會把資料放進去了 所以我們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先建一個空的 然後我的下一步是 能夠把1跟4放進去 有沒有 1跟4放進去之後呢 讓它print了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 當然你如果print假設是list1跟4的話 出來絕對就不是像這樣 如果我現在print的話 它會變成一串文字 這個文字你放到那個 這個什麼 續輸後面append那就一定錯了 因為它是一個字串 它不是一個串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兩個怎麼樣 有沒有 1跟4放到這個3裡面 怎麼放呢 很簡單嘛 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放進去的話 就是把這個list3放前面 然後後面加一個方法叫append 其實你點一下啦 第一個就是了 所以你點兩下 然後你再把1放進去 有沒有 這個1 這個list1 所以這個空穿列裡面會放什麼呢 它就會先放姓名這兩個字 就放到第一個資料裡面 逗點 OK 那我下一個怎麼放 下一個一樣嘛 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在一個list3append有沒有 然後append什麼呢 再把4放進去 所以一樣刮弧 然後把第4個放進去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把什麼 第13把它print了出來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我是把這兩個放到這裡面去 所以呢 姓名放進去 逗點 手機放進去 有沒有 那這樣print了之後的話 會怎麼樣呢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就把資料放到這個串列裡面去 要產生一個串列 但是你發現 不對啊 為什麼會長這樣 這個好像OK 因為這個的話先姓名手機對不對 然後可是後面為什麼又把 第一個會員有沒有 應該第一個會員應該是這個 黃佩玲 他的手機號碼 放進去 可是前面為什麼還是姓名手機 然後呢 在後面的話變成這個是第一個會員 第二個會員也進來了 然後再下一個變成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通通進來 可是我們好像不是要這樣 我們應該什麼 一個之後的話 那下一個就不要有他原來的東西哦 所以這邊我多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呢 當我print完之後 那我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串列先清空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清空他的話有沒有 他就會把姓名跟手機放到他前面 那如果你在append的話呢 那他的第一個會員不就會串到他後面去了嗎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這個地方指的是把那個串列裡面的資料哦 清空了 OK 那再放下一個 應該這樣OK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 那我就先取得這個姓名跟手機之後呢 然後把它print出去有沒有 所以這個print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 OK 就會是這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清空 那姓名跟手機這個裡面就不見了 然後再下一個的話呢 他就會得到的就是第一個會員的資料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print出來有沒有 print出來 然後再清空再換下一個 所以得到的就會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歷史三哦 理論上應該就已經達到我們要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有沒有 他每輸出一個就是一個我要的那個串列了 那如果我的串列OK之後的話呢 那下一步就簡單了 所以啦 我是建議你在做練習的時候 可以先把這兩行先把它註解關掉一下 Ctrl1有沒有 前面加註解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加這個可能會有bug 可能一直出現錯誤啦 OK 好 那最後如果OK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兩行打開了 打開哦 OK 然後要做什麼 可能要想一下要放哪裡的問題 因為如果假設你現在直接把這邊改成例子3的話 他會變成怎麼樣 他會變成已經清空了 那append進去又空的 所以裡面永遠沒東西 所以記得哦 這個清空的這個動作 記得要把這個怎麼樣 擺在他的下方 OK 擺在他的下方哦 等於是說呢 我先怎麼樣呢 取得這兩個東西 然後我把它寫到Excel裡面去之後的話 那我把它清空掉 清空掉之後的話再換下一個人的 有沒有 那就再放這個等於1號的 然後2號一直到10號 最後呢就丟到那個什麼Excel 沒有 就成功了 OK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來run一下 所以最後能不能成功 我不確定 好 剛剛邏輯正確 之後的話呢 就是要再把這個結果run一下看看 OK 來執行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出現有一個什麼 如果你出現那個Permission 有沒有 Permission就是允許權 為什麼允許 因為我現在是打開狀況 打開就被lock住了 那就沒辦法寫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把這個Excel關掉 如果你沒有關掉 他沒辦法寫入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把它關掉 把這個Excel關掉再run 所以你Permission如果出現這個錯 一定是那個 你Excel沒有關掉 執行一下 那這個時候沒有錯誤訊息了 理論上呢 我們在開啟這個 這個 我們根目屋底下的這個 Member.xlsx 打開來看一下 應該就會只有兩欄 而且十個會員才對 沒錯 第一個會員姓名 第二個是手機 那就OK了 所以 理論上這樣呢 就完成 我們只要兩欄的這件事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再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我大概主要改了哪些地方 第一個的話呢 我在for回圈上方 新增了一個叫list3的一個空串列 OK 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利用這個串列 放1跟4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的話 那我就是print它之後呢 我再把它清空 因為如果你沒清空 它會一直保留之前你放到裡面的東西 那變得一直串 串串串串 串非常多 那最後的話再開 就是append 然後把它存檔 這樣應該就成功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然後呢 這樣呢 按摩 好